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69年我创立了一个叫做五次元世界文化观 然后我就有这个画派出来 那这个画派人家就是说你将现代推到后现代 因为我变成后现代的先驱 那现代跟后现代的区别 就是现代是白人的世界 几百年来他们都是以白人的这个 整个的表现都是白人的 那我将这种表现融入古今中外 东方的西方的以前的现在的 打破时间空间跟文化的这个隔阂 作品被国内三大美术馆收藏的雕塑家谢栋梁 展览中带来28件作品 涵盖50年来的创作 从圆形系列 方形系列 到抽象人物系列 无常系列 让观者可以一窥 艺术家的创作脉络 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更展现易经与变异的精神 足形舞场就是我的创作 一直在演变 没有固定的形 一直叫做足形舞场 从以前比较具象的 像这个变形系列 这是地震之后做的无常系列 表现龙蝉签美 这是无常系列 这是方形系列也是属于人体的 后面那个观光 曝光是历史人物系列 这个粉岩系列 跟从新山水系列那边演变过来 山水异象系列演变过来的 比较抽象 这艺术你要懂得变 不要一直在重複自己 然后要不要太复杂 做简单一点 这是第二个是艺术 第三个艺术是含艺的艺 作品要有含艺 要有内容 不是说你在变光是有外形 你在做什么 你的主题是什么 你的主题会不会感动人 阿台佩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汇聚国内外艺术家精彩创作 也让参观者看见台湾艺术家 如何在国际艺坛上发光发热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